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各位法师,还有直播前的每一位师兄师姐们,吉祥 我们现在今天呢又继续开播文殊师利菩萨的故事 今天谈的是破戒的一个灭罪跟长寿的一个方法 什么是破戒律呢?很多人会说我没有受戒啊 所以我怎么会有破戒?可是事实上呢,就是会有一些杀生就会有杀生的因果 当然堕胎也会有堕胎的因果 其实跟破戒跟守戒律都是一样有它因果的存在 那现在呢,我们就藉由这一本佛经的探讨 让我们更清楚就是破戒跟没有破戒 它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原因的产生 那我们去了解这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就会帮助我们自己 更能够清楚就是要守持戒律 然而就是有一些人他的观念就是说 因为我没有受戒,所以我不算破戒 所谓的一个守戒律跟破戒呢 其实破戒只要能够想到知道说我做这件事情是错误的啊 那其实就不算是很大的一个借由忏悔 你那个果报不会是很大的一个重罪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人就会觉得说蚊子咬过来我就打死 蚊子是该死的,理所当然,因为他咬了我 这样的人就变成是破戒 在佛教室称砖有名词哦,破戒 就是意思是说没有正确的一个见解 所以这样的人就好像病入膏肓一样很难忏悔 他不会知道说这个重罪要怎么去忏悔而消除 他也认为说这个不算是破戒啊 蚊子是该死,那杀生是该造成的一个行为 他不会去反省就是这个原因啊 这个因缘其实是可以透过自己的心念改变 然后还有忏悔,然后使这个结果呢 可以发生就是比较小的一个果报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提醒就是大家哦 就是知道说其实破戒呢 其实还是可以借由忏悔来让我们就是身心达到清净之后 尤其你又依照佛教所讲的这一部经啊 来读这个长寿经 经常寿经已经是过去诸佛所说的 我们现在进入经文哦 二十世尊告诉文书施力菩萨 就是我灭渡的时候灼恶事实 若有比丘破我的境界哦 然后就是亲近比丘尼跟很多处女 还有跟小沙咪去饮酒跟吃肉 这样的人呢 他很奸淫很赤胜 意思是说 僧人破戒啊 他跟比丘尼啊 跟小沙咪去喝酒啊 做了一些就是淫欲的事情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会被在家众所看清 然后会认为就是没有办法尊重的 佛陀说这样的这样的僧众是毁灭我的佛法呢 而且他还经营世俗一些不尽的事情 就毫无惭愧心 就像他觉得做这些事情就没有惭愧心 都像木头一样 当之这些人啊 就是无逆人 不是我的弟子哦 他是贴魔的眷属 就是我们上一集所开播的贴魔 他因为你受持这一个长寿灭罪金 他会愿意来护持你哦 但是你现在破这个戒律啊 你就算是穿上森袍 其实犯了一个很重的戒是淫戒的话 那你就是魔眷属 然后这时候佛陀就说这是六师外道 就意思是说不是佛教 佛教已经不是佛教的佛弟子了 而且这一位比丘在这一个 这一个县世当中会得到短命的一个果报 比丘你也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协同一起去忏悔 只要忏悔过后呢 就不要再做这样的事 而且在受持这一本长寿灭罪金就可以得到长寿 另外呢还有第二个就是佛陀在继续告诉这个 文书师利菩萨说我灭度的时候呢 如果在五卓二世有菩萨毁谤了别人 而且自己称赞自己的善行 还有就是这种大称经典方等的经典 不愿意传给其他人来知道这件事啊 知道有这么好的一部长寿经 这样的一个菩萨也是天魔的伴侣 他不是真正发心的菩萨 如果能够至心的受持这一本经的人 乃至请就是请人或者是让自己去书写跟读诵的话 这样的人啊可以得到诸佛不坏长生 意思是说可以得到诸佛菩萨加持的就是法身会命 还有为书菩萨如果我灭度的时候有那种国王君主 他是要会杀杀害父亲杀害母亲 然后会去下令要斩就是斩掉就是这一些人的那个六亲眷属的话 他不依照正确的佛法正确的一个法律 而且他喜欢就是去讨伐他国 这样的话如果有那种阻止国王这个行为的忠诚啊 他就是枉遭一些牢狱之灾的话 或者是在这当下又可能就是这个乱世当中淫欲很赤盛啊 然后都已经违背了一个正确的因果法则 跟正确的一个国家治理的一个法律的现象 甚至呢会造成就是这样的一个星星啊 会产生就是说会去破坏那个寺庙的佛塔 还有破坏寺庙的那个就是设备 还会焚烧金像啊佛金跟那个佛像 就会造成水灾和旱灾 这就是因为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没有一个很有法则的一个管理方式 所以会造成就是一个国家会有很多人民的饥饿 还有就是疾疫啊 就是那个疫情啊 就是会产生死亡 死亡的现象很多人 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君主 他是这样做这样实行他的那个法律啊 实行他的那个亡令啊 去做这样的事 那现世是会得到短命报 死路就会堕地狱跟堕大比地狱 如果能够书写这一本经 甚至是流通跟供养 制成的忏悔 这样的话 其实这样的君主还是可以得到长命的果报 还有就是 文殊菩萨在我佛陀灭度的时候 在武卓二世如果有一些大长官们 还有一些诸官的眷属们 如果今天啊 他已经奉了这一个朝廷的那个奉路 可是没有惭愧心 因为就是非常的惭取 没有对君主不忠啊 对国家不忠 常常就是会做一些比较 就是矫情或诈欺的事情 这样的一个贼臣 就会危害到整个国土的不安 所以呢 如果没有行正确的国法 不行国法 然后就是伤害了百姓啊 或者是很贪婪啊 就是伤害无辜 或者是拿他夺取他人的财宝 这样的一个情况又很轻视这种佛经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贴膜在障碍这一个 这一本经的一个流通 这样的人其实也会现实得短命 包括堕阿比地狱无有出气 如果能够自心的忏悔 真正的去受持这一本经 书写读诵就可以得到长命 而且还可以永远拿到这一个 就是俸禄这样子 再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在家众 他现在谈在家众 就是你有修持的这些佛弟子们 指我们这些人 就在五浊二世的时候 如果佛陀灭度时 有那个在家众 男生的称优婆色 女生称优婆乙 就是修行的佛弟子 可是他就是那个相信的是邪道啊 他并不是相信正法 而且也不相信这种大称经典 意思是说这一本经他也不相信啊 这样的众生 就算他有很多的钱 无量百千金银 可是他就是心里面就是很迁贪 而且很吝惜 然后只是想要求财宝 只是想要得到利益 而且他也不能布施去 去就罚很多贫苦的人 也不能去书写十二部经 就是三藏十二部经 或者是他也不愿意去读诵经典 这样的人呢 就是要求说很多无常他可以逃过 或者是说恶道之苦他想要逃脱啊 这样的人其实是不大可能的 因为就是他会发现就是像那个家庭啊 就是会虚好嘛 然后那个照下就会有鸟线 然后蛇入卧塘 就狗狗突然跑上你家的屋顶 诸如之类的 或者是老鼠跑来这样子 然后就很多的禽兽啊 就会相近的跑来这个家里 就是意思是说会有白种的痴媚亡粮 就是名称为怪 就是很怪异啊 怎么会这样 那因为有看到这个怪异的现象 心里面就开始烦恼 心里面烦恼呢 就会开始累积这个烦恼的一个心态跟情绪 所以就会获得短命 如果你能够受持书写这一本经啊 而且又广为流通跟读诵 劝大家去读 这样的话 能够摧毁这个怪异的现象 而得到长命的果报哦 还有就是 佛所这边又继续讲啊 父子文书我灭渡的时候 五着二世啊 一切众生男女是成就的 然后他们成就之后呢 是心里面很怜悯 怜悯很多人 怜悯的情况下就是 男生女生 他们互相怜悯 然后就会相爱 就会心里面就会相思病嘛 我想你你想我 这样就得了心病 为什么呢 因为男生成长的时候就会去当兵嘛 女生就在家里就会去想念他 然后这样的一个 因为有一个国家的法律的制定 所以这个男生其实是身不由己 一定要用这个法律约束他的一个军中的行为 那但是这个情况下 父母亲也还会再去忧念这一个孩子 就是说他父母亲会担心说 孩子在当兵哦 啊所以这一种情况 这种忧心啊 这种忧心孩子在当兵的这种思念啊 父母亲啊 这也是称为一种心病哦 这里佛经也指出 这种心病呢 其实还不只是男生的问题 就是女生也是这样 女生长大成人之后 就会许配给别人哦 许配他们 可是就许配了之后 却被夫家这边啊 看清啊 亲见他啊 就两个夫妻之道呢 就是互相违背这样子 比如说就是男生可能搞外遇啊 女生也外遇 诸如此类的 但是父母就念在心里面 念之 思之念之 就会产生一种心病 就会忧悲苦恼 就开始思考 哇我的生的女儿 嫁出去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这样的话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母亲啊 就因为这个心病啊 就一直产生忧愁苦恼 这忧愁苦恼 如果一直累积下来呢 县世也是会获得短命报 可是如果父母亲这时候 可以劝他 不要忧心 不要苦恼 不要产生这个心病哦 要想好的 就请他书写 受持这一本经 就会转变为长寿命 其实 这本经呢 虽然是佛经哦 叫我们要来书写 书写这一本经来 就是让这一个婚姻啊 会 姻亲会和顺一点 来消除这个心病 但是有一个心理学的现象 就是说 你其实转念哦 不要一直 就是想好的 想好的 不要把那个现象 一直恶化他 然后加剧他 就比如说 就是一直思考 他未来的发展 是很不好 很不好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你这样的自己啊 是善待自己 但心病也是会消除 这样其实是自己 也可以得长寿 不仅在心念上 祝福着别人 而且也让对方啊 比较没有那么压力 那么重 因为你的自己的心病 而让你的儿子女儿 心病又更重 因为也许儿子在当兵 其实过得好好的啊 然后 那个就算你的女儿 嫁过去有一些困难 可是他自己是有能力 独立可以解决 或者是说 他的适应力 还是很强大的 就是母亲 父亲就可能 就挂在心里面 就会多了一层心病 那现在佛经告诉我们 就是说 都会有上述的这些现象 那到底该怎么办 如何去转化他 再来就是 佛陀就跟文殊菩萨说 我灭度的时候 五着二世啊 很多的众生 其实是没有慈悲心的 他是杀生 一直杀生 杀生来害命 然后就吃了 很多的众生的十种生肉 其实现在的人 吃那个肉 已经不只是十种 文殊菩萨你要知道 就好像在杀父母亲一样 就好像在吃自己的亲人一样 会是因为杀害生命呢 然后就去伤害了那个胎儿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就是现世会短命 所以一定要忏悔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夫妻交会的时候啊 就是会被那个恶罗叉 那时候趁虚进入 然后去吃那个胎儿的气息 如果能够受持这一本经 也是可以免去这一个苦难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文殊菩萨啊 我灭度的时候 五着二世的一些众生 他不知道宿命 你就是不知道过去式的果报 他暂时得到了这个人的身体呢 然后觉得很快乐 可是就是这样子 毁谤来毁谤去 或者仗着自己 或是权豪种种恶心 归他性命 意思是说 就是仗着自己有权力啊 就规定别人的性命 应该怎么做 应该就是不可以信佛经哦 应该就是他自己本身也对佛经啊 大乘经典是产生一种 我慢的就是傲慢 傲慢 这佛经不用相信他 这样的一个人 现世是得短命报 如果能够置心忏悔 调柔我们的这个心性啊 书写这一本经 那受持读诵的情况下 以善根的力量 就可以得到长寿命 摄食病患 终不恨死 就是在一个佛经里面 其实有跟我们说了很多的一个现象 而这个现象有解决的方法 有种种的一个 就是让自己 整个呢 就在于 整个就在于这一个佛经里面 就是重点是 其实是要去受持他的 特别佛教徒 其实是最 最能够去 对这个佛经呢 佛的一字一语啊 奉为归孽 依教奉行这样子 就是说 其实我们读一本经 我们 如果跳脱宗教信仰而言 至少就是说 帮助我们 洗一下 清洗一下 我们的内心 我们内心里面 所有对事物的见解 重新做一个整合 其实我们可以用正确的 思考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所以说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如果遇到了这些事情 那这个角色 我们应该怎么扮演 尤其是现在很多 父母亲老年人的一个社会 父母亲真的是很挂虑 自己孩子 所以 那个文书施利菩萨 在前世的时候呢 是一个颠倒女人 佛陀呢 也因为文书菩萨的 这个因缘 来告诉我们说 原来这两个咒语 可以保护 就是孩童 可是 没有想到 就是说 原来 不止 有保护 孩童的力量 还可以有让我们 就是灭罪 跟长寿的一个功能 有时候呢 我们就是 遇上一些事情 不要 不要那么大的一个嗔恨心 比如说 你如果嗔恨心很重 就很容易去 跟别人起了很大的冲突 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 很大的冲突呢 我们就可能就是 会伤害了我们很深爱的对方 乃至国家与国家 人跟人之间 如果说 嗔恨心起来 我用慈悲心去对质 就比较能够 爱人如己 这样子 爱着他人 把对方 将心比心 就是好像在 爱自己一样 因为如果有凝聚共事起来 大家人人就会有一个力量 像我觉得说 节制欲望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可以学习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生起了一个 想要花钱的欲望好了 比如说 我就觉得 我们家那个春联 他还挂得不够喜气 我就想要去网站购买 在一个张灯结彩的东西 再把它装饰上去 后来呢 我又思考 真的一定得去购买吗 有没有什么 可以节制自己的念头的方式 可以再查看看 查那一个 就是做工具 就是劳作的 做劳作的网站 让这一个网站里面 提供的讯息啊 让我们做一下 体会一下手作 但是呢 在找不到适合的情况下 诶 又再思考一下 真的得买它吗 好像也不用哦 原来床头已经有挂了一个 那个漂亮的福字 好 哇 这个就挪到门口去吧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您的一个欲望跑起来 这个就好像恶法 但是你新的一个智慧出来 这就是善法 你善法就把恶法给消除 我们有时候也会认为说 有些人他行善啊 会不会是因为 你想说那个恶因啊 之前造的恶因 难道用善果来 来把它就是替代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佛教其实 也会知道就是说 凡事都有因果的 善就是善 恶就是恶 但是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佛教有一个忏悔的法门 这个忏悔的法门 让很多事情有了一个转机 因为佛教讲因缘果 这个恶因种下去 你如果有善缘 就会转化未来的那个果报 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就是 还真的是要善心善行 多行善事 就好像是一亩田 一亩田 如果你长出 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 然后让这个长出的谷物 是让大众温饱的话 一旦温饱了 下面有长了一些野草 杂草 其实吃饱的人们 是不会在乎这个田地 有一些那些杂草的 他会重视的是他的功能性 又好像说恶业就好比是一把盐巴 这个一把盐巴 你把它放在小河流里面 是喝起来那个水很咸 就恶业 就是意思是说 你的善业做得不够广大 那么你的罪业 就让人家喝起来的那一杯水 就好像盐巴投入那个小河流 喝起来的口感很咸 但是你的善事就像大海一样 你天天看着大海 心心念念都是利益大众 帮助别人 你这样的一个善行 不停止的 不停接的 而且不疲倦的 坐下去 不退转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 就是影响 无量无边身边的人 乃至整一个 整个扩散到全球 这样的一个善念的 一个善念的一个成长 就好像大海一样 盐巴投入大海 那个水喝起来反而有一种甘甜美味 提到这个水呢 就是跟那个欲望是一样的 只有有时候有些佛经也会把欲望 辟育成水 他说爱水横流啊 就是这样 你看那个爱欲 所以水呢 是我们必须要去慎思的一件事情 像我就会去思考 就是说 节省用水 节省用水呢 对我们有很棒的帮助 为什么 比如说洗手的水 把它存起来 存起来只要有一个勺子 或者一个脸盆 都有把它挤起来的习惯 那冲马桶的次数呢 就可以多了一些补给 补给 如果说我们洗菜的水 再把它省起来 等一下还可以洗抹布 或者是倒下去又可以拖地 二次利用 拖完地的水也不要倒掉 就是存下来洗马桶 或者是上厕所的时候 又可以再度利用 就是诸如此类 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 等到就是说 如果真的有一个水 水的一个匮乏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做好了 已经因应之道了 还有就是面对的一个心理准备 当然这一切最好都不要发生 就是可是在平常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开始去思考 如何节省水 把水二次利用 三次利用 乃至就是有很多的一个资源 比如说要怎么再去把它再生 比如说那个塑胶品啊 塑胶罐 是不是我们可以 就是把它像我说 可乐瓶子 对不对 就把它存起来 也许就可以装 装一些水备用 又或者是说 把它那个切割 然后那个分为上下瓶 然后在下瓶 瓶子瓶底那边 再把它挖洞 那就可以当那个代替 过滤除鱼的一个滤渣桶 就是诸如此类的一个再生 再生的一个力量 所有的一个物质的分配 如何交织的能够 就是一业结合 让这个资源 不要再一直扩充 一直扩充 这一个欲望 比如说 刚刚兴起了一个 想要再购物的念头 这样就可以把它压下来 又或者是说 会造成您犯戒行为的 一个心态呢 这样的一个想法 你也可以就是 有什么样的善法欲 让您够就是转化 这个恶法欲 不要去染污 不要去造成自己 身心上的染污欲 那么样的赤胜跟增长 这都是我们值得去 关切研究的 今天的那个 破戒的这个因缘啊 他的一个灭罪的方式啊 也是跟大家分享 然后也是希望说 大家可以再回去 多看我那个视频哦 就是童子咒 也是期许大家可以 就是一起把它背下来 其中第二个咒呢 是属于长寿的咒 长寿咒呢 就是也是鼓励大家 就用唱歌的方式 把它记起来 好 就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身心 多了一个依靠 身心的一个精神食粮 又多了一个丰沛的成长 阿弥陀佛